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加拿大华人社团联席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15年前四川汶川发生强烈地震 大温地区的桥界筹款正在华人社团联席会应运而生 15年来联席会作为大温地区最重要的跨社团的联合组织 始终秉持团结互助奉献的宗旨 积极团结新老侨团拓展会晤工作 致力于增强华人社区团结和凝聚力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共建加拿大多元文化 所做的工作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特别是在前几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联席会迎难而上守望相助 全力支持本地以及中国的抗疫 抗击疫情展现了深厚的家国情怀 那么联席会还与四川同乡总会一道 连续成功举办了五届中国文化艺术节 成为了促进中家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平台 那么在反对种族歧视和仇恨犯罪等等问题上 联席会振致一呼主动发声维护华人华侨的正当权益 一路走来联席会已经逐渐成为了团结凝聚 华侨华人促进中家友好 共建和谐桥社的重要力量 参天之末必有其根 广大侨胞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 当前中国正以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日前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正在北京成功举办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负责人 齐聚北京 剥划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的蓝图 中国发展好 海外的儿女才更有底气 更加自豪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广大侨胞是中家关系的促进者 更是健康稳定中家关系的直接受益者 希望加拿大华人社团联系会 再接再厉继续用心服务广大社团会员 关心支持祖籍国的发展 弘扬传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共建多元文化 为促进中家友好 深化两国各领域合作 做出更大的贡献 同时呢 也希望有更多的社团加入到联席会 支持联席会的工作 共同为大温地区桥界共同的事务 多出一份力量 最后呢 祝愿社团联系会会晤新龙 祝愿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杨总领事的致辞